那刀子預告了你的命運 好吧 我不會再逼問你了 我會自己去找他 你就在這好好待著吧 不要進去妄動 會被媽媽發現的 別傷害他 求你 求你了 他不殺你就換你父親 聽起來不錯耶 哈哈哈哈 不能把它開啟可惡 走囉 鑰匙大樹下 咦 什麼時候 還好不是龍樹下 不然我還真唱不出來龍樹下這首歌 所以那是梵妮的父親 大樹下嗎 哪個大樹 這裡那麼多大樹 巨大的樹 在這裡嗎 喔 土有點鬆軟 我去拿一下那個 那個鏟子 這時候就鏟子拍張用場 在這裡 在這裡 欸 可是 會不會其實 他們說的媽媽 從頭到尾都是為了抵抗這隻鬼的存在 欸 也很難講 欸 也很難講 誰知道 呵呵呵呵 挖挖看 失去鏟子 獲得鐵鑰匙 我們換找這邊好了 不是這裡的 這裡嗎 也不是 這裡 爆噴 在這裡嗎 喔 那是她女兒煩你 媽咪 你也來吃點東西吧 不 媽媽不餓 你多吃一點吧 凡妮 你吃飽就好了 吃飽了才有力氣 好胖 媽咪 你說什麼 不 不 沒什麼 媽媽要等爸爸回來 他怎麼這個時候還沒回來 媽咪 我也要等爹地 我想要第一個歡迎他回來 不 凡妮 退後 抱歉孩子 我不在凶你 我 我只是不准你太靠近這裡 乖乖到床邊等著安靜一點好嗎 放心吧 你的爹地馬上就會回來了 馬上 看來咱們的蘇跟歷大鬼不一樣 歷大鬼看到 看到人都會 攻擊 那我們的蘇是比較 平和的就是 還會願意跟你那邊 拉迪賽 聊個天 打個屁之類的 出去第一個死 打不開 門後似乎被什麼東西給堵住了 我記得外頭兩側都有窗 我不知道你們能看到屋內的情節 試試看吧 看不到 哈哈哈哈 這裡 有了 媽咪爹地還沒回來呢 放心沒問題的 他肯定躲起來了 畢竟 遊戲早就開始了 媽咪我們不能被鬼抓到對不對 是啊 如果被鬼抓到會怎麼樣 被抓到嗎 這可不行 凡尼 我們可千萬不能被抓到 如果被抓到了 我是不是就不能跟依賴一起玩耍了 是的 要是被抓到就見不到大家了 放心吧我的寶貝 我絕對不會讓你被抓走的 肯定會沒事的 只要過了今晚 這孩子就是煩你 很好 就這樣害怕我的存在 然後好好躲著吧 媽媽你是不是也在看著呢 請您告訴我 集合究竟在哪裡 我不想孤獨一人 現在 蘇違背了您的旨意 是也會被懲罰呢 嫁到你了 嫁到你了 等一下這是之前的鬼吧 因為他戴著帽子耶 我要開動了 開動了 為什麼忽然有種不好的預感 空氣中多了一股混濁的氣 那個方向 是梵妮那邊 梵妮父親那邊 喔所以他也是個巫女啊 哈哈哈哈 GG 我在想啊 他們這些被鬼挑中的人 會不會其實是真的有一些 能力啊 Holy crap man 爸爸回不來啦 不是不會再回來啦 爸爸哈哈哈哈 爸爸哈哈哈哈 爸爸哈哈 死到他被發現就吻死了 沒有 不管有沒有傻屌 是啊 他不殺魔精又替他動手 煩妮的父親 頭不見了 試圖反抗也試圖搬開櫃子逃走 但還是失敗了嗎 難道 是之前那個企圖攻擊我的人頭嗎 怎麼會 他跑出那扇門了嗎 難道是我找到獵物卻不行動 所以媽媽生氣了 是媽媽讓他出來找我的嗎 不行 我還沒找到吉兒 不能就這麼死去 去提拔地方找找吧 或許吉兒並不在這裡 這會不會是某種詛咒啊 一種循環性的詛咒那種 刀子移動了 有嗎 有嗎 我沒看到耶 真的假的 哈哈 我沒注意到耶 等一下 刀子有移動了嗎 有耶 沒有啊 沒有啊 騙我 刀子 他有拿刀子來反抗吧 所以上面才是寫啊 結果吉兒就是媽媽 欸 拍共喔 這烏鴉叫聲嗎 好可愛喔烏鴉叫 鮮豔的粉色花朵在這裡 哼 這裡幾乎是門鎖住的狀態耶 這可以進來嗎 不行 他是獨立起來了 喔 這裡有三羊頭 三羊頭 又是你 在哪都有你啊 這椅子 有點違和感 空的木蘭 無關緊要的雜物 紙張和書寫工具 有灰塵 然後又有新鮮的麵包 好矛盾的地方 恩 喔沒事 我剛剛以為他逃生在很奇怪的地方 前幾天下大雨 幸好離角落最遠的電燈開關沒有壞掉 不過其他開關似乎有進到水 還是少碰微妙吧 角落的水氣特別重 真不應該坐在那裡 之後要到小一來的家裡裝電燈 這個嗎?碰到會怎樣 碰到我剛剛會電燃吧 門被鎖住了 喬一開始也是個普通的村民 但在他小時候父母便不幸雙亡 喬飽受同才欺負 最後甚至被大家默示 只有一名婦人會對喬虛寒問暖 後來那名婦人得了小感冒 過了很長的時間都沒好 沒多久 這名婦人就靜靜的離開人世了 村民人認為喬是少把星 便將他驅逐到南方的森林裡 寧幼的喬被迫住到小屋內 承受著無比龐大的恐懼 但久而久之 他便從害怕傷心 逐漸轉為憤怒憎恨 喬開始研究起邪門的法術 據說是喬的阿姨偷偷帶著一些文獻進入了森林 喬的心性也開始變得扭曲 誓言要詛咒全村的人 南方的森林是村子裡最常被傳唱的歌謠 童謠村民都很清楚 南方的森林是快禁地 歌謠的內容並沒有半分虛假 但其實最初的森林 最初的那片森林並不是那麼危險的 但那是後來的事了 關於鬼的母親 為了表示這場遊戲是公平的 鬼不能攜帶任何武器進入村子 但凡事觸碰到鬼的人 有可能會被以任何方式進行制裁 鬼的母親一直看著這個村子 這裡的人們都很清楚這一點 是嗎 等一下喔 有點冷 他們害怕鬼的母親 沒人敢試圖逃走 鬼的母親 大家都是這麼教她的 沒人敢稱其名諱 沒錯她是有名字的 鬼的母親叫做喬 為什麼一點都不意外呢 哈哈哈哈 看一下真糟糕 備用的鑰匙似乎被我丟掉了 因為顧著工作 哪時弄掉的都不知道 可能吃飯的時候掉在地上 怎麼想拿 都是那裡可能性最大 但鑰匙太小 實在很難一人就找到 總之應該還在家裡 有空再找我看吧 卡爾 屋主的名字嗎 OK 所以現在 他的機關 好像沒有 沒有什麼特別作用 所以是喬詛咒了他們整個村民 那那個人搞不好就是喬 說是在吃飯時弄丟的 鑰匙似乎很小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快速找到鑰匙呢 快速找到鑰匙嗎 這個問題 有點困難 靠腰 快速找到鑰匙 呃 呵呵 難倒我了 這個 呵呵呵 會電喔 哈哈 電池好爽喔 這個 直接一個危險電流 磁鐵嗎 可是這裡要有 電池可以用啊 這樣找得到嗎 靠還真的可以欸 觀眾又輕易找到了 哈哈哈哈 什麼鬼啊 哈哈哈哈 好可愛喔 這個設計 這兩邊都會漏電就對了 呵呵 欸 還是說這一切都是遊戲 對喬而言都只是一個遊戲 對喬而言都只是一個遊戲 嗯 卡爾 你是卡爾嗎 我是 黑色斗篷 看來 你就是輸了吧 欸 克利斯 克利斯 喔 克利斯不是那童謠那個 砍了自己 妹妹雙腳的那個 就砍了妹妹雙腳的那個 那個 的那個妹妹啊 既然你作為這場遊戲的鬼 我當然知道 只是我滿驚訝的 所以我沒想到你會來到這裡 為什麼 你感覺一點也不害怕 既然你知道我是鬼 鬼 鬼的目標應該只是這座村的村民吧 我是從外地來了 應該不在你的狩獵範圍內 外地 難怪 我總覺得你給我的感覺和其他人不太一樣 啊 那時 你的確也在場 有啊 他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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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你站在樹下對吧 是啊 是啊 當時我當時也去了 因為這是村子裡的慣例不是嗎 卡爾 你 到底是誰 我只是個外地人 單純是因為興趣才待在這裡 興趣 是啊 興趣 我來到這裡是為了研究一些事物 現在 我研究目標已經主動出現了 目標 難道 你到底在想什麼 居然是外人 媽媽也不會放過了 你就這麼怕死嗎 你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不要隨便的送死啊 媽媽 你是指喬嗎 欸 喬 什麼 你果然不知道嗎 什麼 什麼意思 大家口中指的鬼的母親 你的媽媽 就是那個從小飽受村民欺凌的孩子喬啊 那個 喬 嗯 我在童謠集的上層記看過這個名字 那個喬和你口中的喬 是同一個人嗎 可能對喬來說這是報仇 因為小時候自己被欺負而感到恐懼 有可能 童謠集 你是說克利斯還是扒木工 對 是的 這場所童謠我都看過 還有南方森林 是這樣 看來你知道的事也只到這種程度而已 什麼 蘇 我先問你一件事 你還在找這次遊戲的目標嗎 你就卑鄙的萬鄉人 怪他屁事 你不要一直拿電影的梗來用啊 我看不懂啊 蛤